Lun Sang 宿舍 Hi 今天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相信这个话题我们可能有听过 但是我们往往不会有切身的感受 今天利用这一集 要告诉各位 让各位坚定的去知道这件事情 知道這件事情有什麼好處呢? 好處非常多 多到難以想像 只要你在這個故事裡面 只要 很清楚的知道這件事情 並且常常記得這件事情 你的好處就會源源不絕 對你的顯化能力 以及各方面 都會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那到底是什麼事情呢? 我一開始想問問各位 我們人與人之間 都有意識 想問你們 貓有沒有意識? 你的寵物有沒有意識? 你當然會回答 一定有 當然有 好的 那我想問你 昆蟲有沒有意識? 飛過的一隻蒼蠅 它有沒有意識? 你們也一定會回答 有 一定有意識 好的 那我再問各位 花草樹木有沒有意識? 關於這件事情 可能就會有一些人 稍微遲疑了一下 想一想 花草樹木有沒有意識 有的 所以我們 有關於意識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動物有意識 植物也有意識 好的 如果 到這邊就結束 那這個 影片就不用繼續講下去 但是我們會繼續講下去 就是因為 不只植物有意識 那 我想問問各位 你們都有水晶礦石 甚至你們會有一些 隕石啊 等等 他們有沒有意識? 伊科捷克隕石有沒有意識? 印尼隕石有沒有意識? 甚至一個藥王石的珠子 它有意識嗎? 在這裡 就是要跟各位說 他們 都有意識 講到這裡了 我就想 開始把謎題 先揭開來 再去分析它 世界萬物 有什麼是沒有意識的? 在這裡 我想告訴大家的是 沒有 宇宙 這麼大 世界萬物 全部都有意識 那有的人可能會覺得 很不可思議 太荒謬了 拿起一張衛生紙 然後你 可能會問莫子說 莫子 你看這個東西 它有意識嗎? 我告訴你 它有意識 首先我們要來 複習一些東西 這個世界所有的東西 包括物質等等 它都是由最小的粒子所組成 物質是由粒子所組成 而最小的粒子 它是由 震動所組成 它是坡 那坡是什麼? 我們曾經講過 坡其實就是信念 信念的源頭是什麼? 信念從哪裡來? 從意識來 所以 世界萬事萬物 只要是物質性的 它必然是由粒子所組成 粒子必然是由坡所組成 那個坡的本身就是信念 而信念的源頭 就是意識 那既然是這樣 我們就可以知道 物質性的萬事萬物 都有意識 那非物質性的呢 能量呢 它有意識嗎? 有意識 能量只是它不存在於粒子的形態 而以坡的形態存在 那坡 其實就是帶著信念的能量 那信念的源頭就是意識 所以能量也有意識 在這裡我開始深入的來講這件事情 我們能見到的 萬事萬物 摸得到的這些東西 它是最表層的一個層面 它是 我們能捕捉到的一個象 這些象 是最表層的 開始我們更深入的去走 萬事萬物其實都是能量 因為都是波動 在深入的去走 萬事萬物 既然都是波動 必然就是信念 在深層去走 萬事萬物 既然都是信念波 必然都是意識 所以萬事萬物的本身 就是意識 也就是 我們所接觸的萬事萬物 它本身就是意識 從頭到尾 我們就活在意識當中 這個 複習一下我們過去的影片就能夠知道 在上帝模式 我們會把我們跟世界 成為一體 世界就是我們 我們就是世界 整個我們所見所聞 接觸到的 都是我們的延伸 那 一切就是我們的本身 但是活進這樣的一個狀態 並不是那麼的簡單 所以我們 即使講了半天 大家還是覺得 我是我 世界是世界 我就是這個身軀 然後 這個思想 世界就是世界 是相對的 很難覺得它是一體的 但是拆解到後面我們發現 它 全部就是一個統一的意識 但是我們活不進這樣的一個狀態裡面 我們就有彼此 一切都是相對的 相對於我 那既然 各位活在這樣的一個層面 我們就有必要知道一件事情 萬事萬物 都是有意識的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 把那個意識 統一起來 變成 我們整體的意識 但我們還是可以清楚一點 萬事萬物都有意識 在萬事萬物 不是 整體的狀態 不是一個合一的狀態下 就有了彼此 那 這個意識與意識 就產生了一個彼此存在 那我跟萬事萬物的關係 就形成了 我的整個故事 整個生活 整個生命的存在 人 在這個世界裡面 與萬事萬物的關係 就形成了你的生活 你一直以為 萬事萬物 它只是一種 死的東西 但是聽到這裡你就明白 萬事萬物它都有意識 它都是活的 從來就沒有一個東西 它是死的 所有的東西都是生命 那你會覺得 有可能嗎 就像這個 卡比獸 那你說 莫子你說 什麼都是生命 那這個是生命嗎 它動給我看 不是會動的東西 才是生命 它動的部分 你沒有看見 有些東西 它是動在 物質層面的 有很多東西 它是活在 能量層面的 就像這個 你覺得這個沒有能量嗎 其實它活在能量層面 我們如果對能量很敏感的 我們就可以知道 世界萬物其實都有意識 都有能量 它會回應 講到我們跟萬事萬物 的意識的一個關係 這裡就 講到一件事情 只要我們分出了彼此 那就會建立關係 那彼此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有沒有關係 所以 你在故事裡面 你想跟什麼東西連結 那你就跟它的意識 或者意識長 產生某種連結或互動 那你就跟它產生了一個關係 這裡說的互動 其實 不一定是對著它講話 比如說 我對著一個水晶 然後一直滔滔不絕的講話 你會覺得很奇怪 但是 你在把玩它的時候 你關注著它的時候 你的能量跟它就產生 某種關聯性 就會產生關係 你關注它 喜歡它 你喜愛它 那個關係就會更密切 在這裡講到 一個有趣的事情 有很多人玩水晶礦石 都是 給予我能量 快給我能量 這樣的關係 或者是 放在手裡面吸它的能量 哇!吸 最好吸乾它 這樣的一個關係 它不是一個循環 它不是一個 互動的關係 它是一個單方面所求的關係 這樣的關係是一種貧乏的 我曾經聽過人說 哇!我有很大的能力 我可以把 你的 礦石或者你的 手珠的能量吸光 它就變成沒有能量了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其實是一個 匱乏的想法 正確的 一個方式 是一種交流 我們每個人 都可以吸收萬物的能量 但是同時我們也可以跟世界萬物 建立某種關係 從這個影片開始 我們就可以跟 世界萬物來建立一種良性的關係 而不是一種所求的關係 在這裡就會講到 平常我們拿了一堆礦石 甚至是隕石等等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用它 其實我們先想 我們怎麼樣來跟它相處 我們跟這些 有意識的物質 它帶有強大能量 它是既活在物質 也活在能量層面的 所以它有很大的能量 我們跟它相處的方式 就是我們給予喜愛 給予關注 我們把玩它 我們摸摸它 我們打心底 對它產生一種喜愛 它會感受到 這樣的一個氛圍 這就是一個良性的互動 當你這樣子去做的時候 你跟它就產生了一種關係 也可以說 你們產生了一種連結 當這種連結發生的時候 你會有很大的好處 好處是什麼呢 即使一個水晶 一個礦石 一顆隕石 你放在家裡 忘記帶出去的時候 你臨時需要它的能量的時候 你只要呼喚它 能量這種東西 沒有時空的限制 它的能量馬上就可以提供你 所有的水晶礦石 都是如此 所以各位可能買了 一些手串 買了一些 隕石等等 那要怎麼樣 去用它 最好的方式就是跟它先建立關係 先培養一種連結 這樣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它可以提供你很大的能量的幫助 那世界萬事萬物 既然都是有意識的 那有意識 就有意識場 我們曾經有影片有說過 我們如何去連結一個意識場 各位可以 回過頭去看這些影片 今天我拍這集的原因 是要讓各位有一個習慣 把這個信念 建立在你的資料庫裡面 常常知道這麼一回事 萬事萬物都有意識 我只要跟萬事萬物保持一種和諧的關係 我給予萬事萬物 愛 我給予萬事萬物欣賞 我就可以 跟萬事萬物 產生一個良好的關係 金錢也是一樣 聽到這裡 各位就 能夠舉一反三 能夠了解 你跟金錢 產生了良好的關係 金錢就會回饋於你 因為金錢 就是一種意識 我們跟任何的意識 保持一種良好的連結關係 我們就會獲得 它的幫助 各位不要看 死的東西 它的意識 你想說它是一個固定的腸 其實每一個都是活的 包括金錢 任何東西的意識 它都可以變成一種 像生物一樣的 互動狀態 所以你愛你的水晶礦石 它會用能量來給你回應 就好像它真的是活的一樣 那當然 金錢 也是一樣 世界萬物都是一樣 所以我們從這集開始 對世界萬物 都產生一種 欣賞 喜愛的關係 你看到天上一片雲 你就去感覺它 它的美好 你看到任何東西 你就去感覺它的美好 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能量 它都會 回饋給你 美好 豐盛 從這集開始 你去改變你跟整個世界的關係 你會有很大的改變 你的生活也會有 很多的 新的發生 記住這節末子所說的 將將讓你不往不利 但是我們跟世界建立關係 其實也不是單純為了利益 我們要學習很單純的欣賞世界 一陣風 一個陽光 一切都是美好 即使 你得到了新冠病毒 你跟病毒的腸 如果產生一種 良好和諧的關係 你願意藉由 這個腸 去學習到一些事情 並且感謝它 它會讓你 很輕鬆的 就度過 感染的期間 萬事萬物 只要你懷著良善的感覺 去跟它互動 你都可以得到好的回應 這就是我們跟 世界萬事萬物的意識的一種關係 講到這裡就可以了 重點是 各位要開始養成這種習慣 知道萬事萬物都是意識 並且跟它保持美好的關係與連結 這集就到這裡 拜拜 一直以為 能估計